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现在好多人都有随意停车的坏习惯 我们在新闻里也经常看到 某小区业主占用消防通道被扔垃圾 也有占用私家车位被贴姨妈金的新闻 很多人是为了一时方便 却忽略潜在的危险及可能性 小编在这里告诉大家 如果你随意停车出了问题 保险公司都不会理赔 所以千万不要乱停车 看吧 下面这位兄弟就悲剧了 这是一位俄罗斯的大兄弟 他当晚和朋友出去嗨 直到晚上11点才回家 结果发现小区里面没有车位了 天寒地冻的他就随意找了一个坑 把自己的车停在里面 停好之后直接回家睡大觉 第二天出门的时候就发现 自己的车悲剧了 由于他的车停在路面迪瓦地区 加上严重的暴雪雨水 水不仅把车给泡了 雨水还直接被冻成了冰 所以他的车直接陷在了冰窟窿里面 好在他给自己的爱车买了保险 但保险公司了解详情之后 却拒赔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违规停车在先 结果就是他只能找货管 帮他把冰敲了 然后去车 类似这样的情况中国也有 有个粗心的小伙 把自己的车停在未干的水泥地面上 结果水泥干之后 车被水泥牢牢地粘在地面 怎么也开不走 打电话给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认定这不是交通事故 或被损坏 所以也是不理赔 相信这样的情况有很多 就不一一例举了 小编想告诉各位司机朋友的事 千万不要乱停车 一来容易遭受罚款 二来也给别人造成了麻烦 同时自己的利益也可能会受损 下次停车 千万要注意哦